各位同学 非常欢喜今天下午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禅力智慧 我们后面讲座的题目是净化人心力禅智慧 中国禅宗的初祖也是印度禅宗的第28祖 达摩祖师有一部著作叫做破相论 上面就说 我本求心不求佛 了知三界空无物 若欲求佛但求心 指这心心心是佛 那么就是通过禅的智慧进化了我们的心 我们真正能够了解这颗心 真正开启了这颗心的空明觉 它的空性是本体 智慧光明是相能够令人觉悟这个是妙用 这样子的体相用的自信功德保障 那我们就不必向外去求佛了 为什么呢 因为自信是佛 真正开启了这颗心 就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光 学习正确的生活方式 践行正确的修行方法 从而达到令苦不再生起的安详喜悦的境界 这种永恒的安详喜悦的境界 我们就称之为智慧的彼岸 智慧的彼岸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讲的这个题目 静化人心的禅智慧 上午呢 那么按照我们四民族宗教事务局 和四公安局领导的安排和要求 在电白那边呢 讲过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财与生命重建 但是呢 就是因为有一些佛教的名词 那么估计呢应该很多人呢 还是觉得听得不是很明白 因为这个还是有一个语言模式的一个障碍 大家习惯在怎么样子的一个语境 语言方法语言模式里面去领悟 所以呢 这个我们这次呢 就还是尽可能地来轻松一点 然后呢让大家能够明白一点 多讲一些禅的公案禅的故事 这样子呢就能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哪怕能够领悟到一点一滴滴禅智慧 让我们内心放下一些执着 减少一些烦恼 然后在后续的人生道路上面呢 能够过更加健康的人生快乐的人生呢 那我们此次的讲座呢都能够达到它的作用和意义 所以呢这个语言 交流的语言呢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在不同的语境之下 往往呢还容易产生一些笑话 因为语言呢产生的笑话呢是有一个这样子的 就是说有一位县长啊 那么有一次呢决定下乡去视察 那么去到一户到草原上面呢去到一个牧民家里面 然后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傍晚了 黄昏了 本来底下也是安排呢 现在也要求说就与民同吃同住啊 就在老百姓家里面来吃 那么这个乡长呢就陪同县长呢 就去到一个很老实巴交的一个牧民家里面 都是帐篷啊 没有这个房子 然后准备进帐篷的时候呢 大家就互相谦让 那么牧民呢就想说请县长呢先进去 县长就说你是主人呢 你应该先进去 大家让来让去呢 然后这个牧民呢 他就冒了一句话 他说哎呀我是个放羊的 平时呢我总是走在畜生的后面 那他因为他那种语言环境 他不知道这个就很闹笑话 他的语言环境他就是那样子的 然后呢当然这个乡呢就很紧张了 然后呢就进去了 现在还是没计较了进去了 进去了 那这个乡长呢知道这个慕民不太会讲话呢 他就说要想尽快呢结束啊 呃呃呃就马上呢就丰富啊 这个慕民和他的老婆呢说赶快赶快上饭菜啊 赶快上晚餐 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特别准备 就上了一些酱肉骨头 酱肉骨头呢 然后这个慕民呢也一边说哎呀不好意思 我们这没有什么好招待 那这个现场尝了以后呢觉得味道挺不错 他就一边呢占不绝口 一边说啊这个味道挺好非常好非常不错 然后呢一再地表扬这个慕民的时候呢 这个慕民就更加的更加的手满脚乱了 啊这个手呢一边戳着自己的手都不晓得放到哪里去 一边呢就说哎呀 到我这里来来确实也没什么好招待了 这些骨头呢平时我都是拿来喂狗的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呢 这个这个慕民就更紧张了 马上就拉他 你赶快坐下来 坐下来一起吃一起吃 不要一直在都少说话不要说话 哼 然后呢 当然这个慕民就啊就更紧张了 现在一边要让他赶快坐下来一起吃饭 他一边就站在那边一边不肯坐下来 然后他又说 还是领导们先吃 我不习惯这个终点吃饭 平时这个终点 我都是在喂猪 我一般都是先喂猪 然后再吃饭 多少人都习惯了 其实就是说 这个语境不同 还是有些时候 在他那个语境之下 在他那个生活氛围中觉得很平常 但是往往其实就容易产生一些笑话 所以我想我们也就不必要说 很多的禅宗或者佛教的名词 尽可能比较轻松一点 比较浅显一点 我想我们分四个部分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净化人心力禅智慧 禅的智慧能够怎么样子帮助我们 亲近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减少烦恼 让我们得到快乐和欢喜 禅的智慧怎么样子能够 让我们在这个 生罗万象的 风凡复杂的世界之中 能够轻松快乐的 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分四个部分来说 一个是心事万法的本源 第二就是好人的心 第三就是修行人的心 第四就是菩萨的心 我们先写说第一部分 心事万法的本源 心事最珍贵的 也先说一个公案好了 公元四世纪的时候 南印度有一个国家叫做乡治国 那么当时的印度 印度其实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面 它是一个地域的范围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概念 其实它历史上很长时间 基本上都没有成就成为一个 很大的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国家 它整个南亚赤大陆 它从来没有真正彻底统一过 只是后来到了英国人来的时候 这个东印度公司 把它作为殖民地 就把它通管起来了 过往印度历史上很强盛的时候 比如说像阿语王那些时候 它都不过是统一了印度的北部 所以它真实地来说 它是一个地域范围 不是一个国家概念 类似于我们中国春秋战国那个时期 整个南亚赤大陆分为很多 许许多多的小国家 那么公元四世纪的时候 南印度有一个小国家 叫做乡治国 那么乡治国的国王 非常虔诚的信仰佛法 有一次他就请印度禅宗帝 第27祖波若多罗尊者到皇宫里面来应供 来说法 然后尊者说法以后 国王非常欢喜 就率领着王后王子 百官大臣 就供养波若多罗尊者 然后把国家的一颗正国之宝 一颗珍贵的价值莲成的夜明珠 就供养给 奉献给波若多罗尊者 波若多罗尊者 因为文法以后 心开意解 先生喜悦 非常欢喜 觉得解开了很多心结 断掉了很多烦恼 所以很欢喜 将传国之宝 都供养给尊者 然后尊者就应急说法 他就拿起这颗夜明珠来 就一一的来询问 乡治国三位 以聪明睿智 思维敏捷 著称的三位王子 他就先拿起这个夜明珠 问大王子 你看看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颗夜明珠更珍贵的东西吗 然后大王子回答说 这颗夜明珠是我们相治王国 正国之宝 代代相传 价值连城 再没有比这个夜明珠更珍贵的东西了 然后尊者笑一笑 又拿起这个夜明珠来问二王子 二王子呢也跟大王子一样的回答 然后呢 他又拿起这个夜明珠来问三王子 三王子的回答呢 就截然不同了 三王子说呢 虽然这颗夜明珠非常珍贵 价值连城 但是他不是最珍贵的 世界上最珍贵的是人的心 我们内心的智慧开启了 就能够照亮这个世界 我们内心的智慧开启了 就能够照亮我们自己的心 让我们转迷成物 一直到圆满成佛 所以应该最珍贵的是人心 我们看我们人类文明的这么几千年 我们的科学文化日新月异 那事实上都是我们心的智慧呢 照亮了这个世界呀 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发明和创造啊 那么 波尔多罗尊者呢 听了三王子的回答以后啊 非常欢喜 然后呢 就收了这个三王子做弟子 三王子呢也愿意随 第27代祖师呢 来出家 那么这位三王子呢 就是印度禅宗帝第28代祖师 中国禅宗帝第1代祖师 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他航海来到中国 是世界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为什么 因为代表了 因为达摩祖师他是禅宗帝 达了禅宗帝法脉 代表了禅宗帝总使者 总持法者 持有一切佛法 那么 因此呢 他作为世界佛教的一个最高峰 他来到中国呢 应该说就代表了世界佛教的中心 由印度呢转移到了中国 转移到了中国 那这个就代表了一个 中心的转移呀 所以这个呢 这个呢 事实上是我们历史上非常有价值的一次人才引进了 那么通过这个呢 我们通过达摩祖师 他没有出家之前的这么一番 对话呢 我们可以知道 心呢 是万法的本源 心呢 是最可珍贵的呀 心呢 也是佛法关注的重点 也是我们禅修呢 关注的重点 是 修行的入手之处 和找利点 禅修呢 他根本来说 是要改变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的心形 改变我们的心的品质 而不是要改变世界 因为只有改变了我们的心 我们才能快乐 我们才能幸福 改变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心由凡夫心 渐渐的呢 去掉那些烦恼的杂质 像我们每一天都要洗脸 同样的呢 这样子清除我们面部的垃圾 同样的呢 我们的心呢 也是每天都要照亮它 来清除那些种种的贪婪 愤怒 傲慢 怀疑 等等那些负面情绪的心灵垃圾 也需要通过禅修呢 把它消除啊 这样子呢 就能够使我们心本具的 无量的慈悲 和究竟的智慧呢 都能够开发出来 就能够成就像佛菩萨一样高贵的生命品质啊 所以把凡夫的心转化为像佛菩萨一样的心 像圣者一样的心 这个呢是禅修的本质 所以修行的入手之处呢 其实就是要改变心 而不是改变世界 释述摩尼佛最关注的也是心 那么 当我们一直向外去追寻为什么的时候呢 他就成就了科学 成就了种种学问 当我们一直向内去照亮自己的心 问是什么的时候呢 就成就了开悟 成就了解脱 所以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的心 就算是改变了世界 我们依然不快乐 那我们看人类文明发展了几千年 当然物质文明的有极大的提升 得到了长度的进步 我们看我们跟两千六百多年以前的那些圣人比起来 两千六百多年以前 整个世界呀都是圣人辈出 东方有孔子老子 那么 还有呢 印度的释迦摩尼佛 西方呢 有亚里斯多德 苏格拉底等等 那么呢 我们看跟两千多年以前比起来的话 那个时候物质条件很差 你看像孔子他周游列国坐的是马车而已 我们现在呢 飞机来自于呢 可以通过航天探索宇宙的秘密呀 物质文明有极大的发展和丰富 科学文化呢 有长足的进步 人类的文化无非是分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部分而已呀 我们科学文化虽然向外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生产力也巨大的提升了 但是 我们向内照亮自己的心有进步吗 虽然进化了两千多年 我们的修养能够跟孔子相比吗 更加不要说跟释迦牟尼佛相比了 所以事实上呢 如果我们一直只是向外去照亮世界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没有照亮的时候 它会变得更加贪婪 更加黑暗 更加黑暗 生产力的巨大的发展 其实它是刺激了人类心更为巨大的贪婪 就像我们打开了所罗蒙王的那个瓶子一样 欲望的魔鬼呀被释放出来了 所以很多人拼命的去贪婪 去追逐世间的种种享乐 然后呢 甚至于不惜去造种种恶业来自于犯罪等等 因为心更加迷失了 所以事实上虽然过了两千多年 很多人事实上 在人文文化来说 它不是进步了 反而是退步了 以前大家都关注做人的标准 是一个道德的社会 现在呢 大家都关注的是外在的财富 以这个作为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标志 所以这样子成为一个功利的社会 那么在这样子一个由道德社会 转向功利社会的这么一个今天 我们更需要禅的智慧来向内 照亮我们的心 使我们内心的贪婪 和种种的愤怒能够平息下来 否则的话呢 不管物质文明多么丰富 我们都依然不会快乐 我们甚至于会觉得更累 更疲惫 更辛苦 因为我们内心更迷失了 人文文化就像一匹骏马一样 那么科学文化呢 就像一匹跑得非常快的骏马一样 人文文化呢 就像马上的骑士一样 当这个马越来越健壮 跑得越来越快的时候 而马上的骑士 他眼睛是盲的是看不见的 那么马跑得越快呢 就越危险 为什么 因为他会冲到悬崖边 而不自知 因为这个骑士呢 他不能够驾驭这匹马呀 同样的 如果我们片面的发展科学文化 而没有同步提升人文文化的时候呢 那么万一人类再出一个像希特勒那样子的战争狂人 那很有可能整个人类就会毁于一旦了 所以事实上呢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在探导环保的时候呢 不单单是保护外在的环境 更要保护我们人人心中的心灵的环境 心灵的垃圾清干净了吗 是越来越少了吗 还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 祭天菩萨呢 在他的著作《入菩萨横》 上面就开始说呢 若不知此心 奥秘法中尊 求乐或必苦 无益中漂泊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颗心 那他的奥秘 不知道这个心呢 他是万法的本源 那么无论你是做善事还是做恶事呢 你都难以超出这个轮回 佛经里面讲六道轮回 有天 人 阿修罗 有畜生 恶鬼 地狱 但是你做善事的时候呢 可能你可以生到人道 死生在人道 下生还在人道 或者你更好一点可能可以生到天上 天堂 但是呢 想想完天赋以后还是要堕落下来呀 如果你是恶严了 当然就会在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但是像在这个瓶子里面一样 这个瓶子的盖是盖住的 你在上面又怎么样呢 你还是在瓶子里面你出不去呀 你在下面当然更是在瓶子里面呢 所以六道轮回苦乐生成都不过是在这个局限性里面你出不去呀 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我们心的奥秘 我们没有开启禅的智慧 如果你做善事 当然你可以感生到上上界 人界天界 你做恶事呢 会在底下的畜生恶鬼 地狱三恶道 但是呢 你依然在六道里面流转 不能出离呀 你就像一只蜜蜂 他在瓶子里面有时候飞上面 有时候飞下面 那又怎么样呢 他很难出去呀 所以 禅宗里面的祖师呢 就做了一个很浅显的记子 说 三点如心部 弯钩四月斜 披毛从此起 做佛 也由他 我们那个心字他有三点 像星星一样 分布 然后有一个弯钩 像 一轮 弯月一样 像初三初四的月亮一样 一个月牙 这样子 这是个心字 但是心会 如果我们心迷的时候 是会披毛带脚 会堕落到畜生道 然后我们心如果觉悟过来的时候 做佛也由他 我们也能够由此而解脱 而开悟 而成佛 这是讲第1个方面 第2方面 我们讲净化人心的禅自慧 就讲好人的心 好人的心 可以简单的说 可以分为 孝顺心 谦让恭敬心和改过谦善心 这个三方面 首先是孝顺心 我们 每个人 这个社会 最基本的单位 就是家庭 我们每个人 都在家庭里面 所以 家庭 是我们生下来 接受教育的 第1阶段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0到3岁是 性灵教育 3到6岁是智慧教育 6岁以后 才是知识教育 学校的教育 所以家庭的教育 生活的教育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有人说 推动世界的手 是摇摇篮的手 母亲呢 是母亲的教育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对父母呢 要有孝顺的心 这是家庭伦理的基础 那么也是 我们一切教育的根本呢 我们看这个 教育 这个教字怎么写呢 一个孝顺的孝 一个文 孝文化 是教育的起源 是德之本 教之源 我们也讲一个小故事好了 我们都知道欧美啊 西方啊 那么基督教圣行的国度呢 他们都会重视圣诞节 12月25号 圣诞节 然后呢 小孩子们都相信了 在圣诞节的前夕呢 圣诞老人呢 他会从北极 驾马车过来呢 在夜间去造访每一个小朋友 然后呢 给小朋友送上圣诞礼物和祝福 那么这是西方的民俗了 在东方的某一个国度呢 人们相信呢 也是在年底在睡目的时候呢 会有四位老人 就不是一位圣诞老人了 而是四位老人呢 也会在夜晚的时候来拜访每家每户 为每家每户呢 送上新年的祝福 那么有一年睡目的夜晚呢 这个四位老人呢 来到某一户人家的门前 敲门 这个户主看到四位老人来洗出望外呀 赶快呢 就请四位老人到家里坐 这时候呢 一位老人就跟他解释了 然后呢 就跟他介绍说 我们四个人呢 这位老人呢 名字叫做财富 那位老人呢 他名字叫平安 接下来这位老人呢 他名字叫成功 我的名字呢 就叫做和谐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规矩 也就是说 我们四个人之中呢 只能够派一个人到你家里去坐 所以呢 你还是回去吧 你赶快进 赶快进去你的客厅 把你的家人都召集起来商量一下 你们决定呢 这个四位老人之中你们决定到底请谁进你家里坐呢 哦 这个 主妇啊 家庭主妇呢就希望 当然他就希望和家平安 所以呢 他就想请这位名叫平安的老人进来坐 这个护主呢 这个先生呢 他就渴望拥有更多的财富 所以他希望财富老人呢 能够到家里来坐 这个儿子呢 这个儿子呢 正准备高考 所以呢 他就希望能够请到成功老人呢 到家里来 哎 然后大家一直争吵 一直吵个 吵个不停 不知道到底哪个好了 到底哪个是最好的选择 这时候呢 小女儿 还有一个小女儿呢 就是哎呀 还是和谐好 哎 全家都觉得很有道理啊 所以呢 全家都同意呢 按照小女儿这个意见呢 就请和谐老人呢 既然是个老人 只能请一个的话 那就请和谐吧 请和谐老人进来坐 然后全家呢 都一起走到门口来 一起来邀请呢 名叫做和谐的老人 到家里来坐 哎 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当和谐老人走在前面 进来的时候呢 其他的三位老人 那也都随着和谐老人呢 也都走进家门来了 然后家里人觉得很奇怪 就问为什么呢 四位老人都微笑着说 你们一家子啊 想了和谐 就等于 等于呢 请了我们四个人了 因为家里面有了和谐呢 自然就会有财富 有平安 有成功 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 常说的 家和万事兴 所以我们进化人心的第一步呢 应该是先培养自己的孝顺心 那么孝涕之道啊 像孝经上面所说的 福孝天之今也 地之义也 人之行也 那我们的成语天经地义呢 就从这里来的了 那当然孔子是这样子教化他的学生 事实上呢 他影响了中国人的基本的道德操守几千年了 当然孔子也有很多很孝顺很优秀的学生 比如说其中有一位学生叫做孟子谦 她的母亲呢 亲生儿子呢 这个棉衣里面铺上厚厚的棉续 然后给明子谦呢 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不是棉续 而是芦花 芦苇的花呀 芦苇的花很轻 然后呢 一点点就很蓬松啊 一点都不保暖 但是呢 你看起来就显得这个棉衣就很厚 然后父亲当然就没有看出来了 所以呢 就总是责骂明子谦 说你这个家好怎么这么懒啊 每天都畏手畏脚的 也不肯出力气去干活 他就不知道其实明子谦很冷 那有一天下雪的时候呢 明子谦为他的父亲驾马车外出 送他的父亲外出 然后呢 又这个手冻僵了呀 这个芦苇花是不保暖的 所以呢 就站在那边几乎就动不了了 这个马车当然就跑得东倒西歪很慢呢 那父亲就大路 躲过马鞭子呢 一边就抽过去 抽到他棉衣上面 哦 那发现问题了 把这个布打破以后呢 原来里面没有棉续 不过是芦苇花而已 那么然后 当然父亲就很生气了 回家去呢 就找他后母算账 说要修掉他 然后明子谦呢 他很孝顺 就苦苦的哀求 他的父亲呢 一定要留下他的后母 说如果是后母也被修了的话呢 那么我和弟弟都要受冻了 如果后母在的话呢 起码弟弟呢 他能够吃饱穿乱了 家庭呢会觉得很温暖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心 是很孝顺的心 也是呢 很有兄长官爱弟弟这样子的心呢 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呢 开始开始学习 净化人心 净化人心 然后当然这样子的 也有很多人去推动传统的国学 这个还属于儒家的层面了 那比如说清朝暮年 民国初年呢 有一位 有一位那个 王凤怡啊 王凤怡先生 王善人呢 他本来不认识字 在人家家里面做长工 然后呢 他自己一直很 一直很真心的去实践 孝涕之道 所以呢 他自然懂得很多道理啊 也影响了很多人 包括现在有一个刘善人 刘有生啊 他就善于说病 说你头部的病 跟你过去对父母的态度不好 等等等等 有有有跟 而且呢 也帮助了很多人 治愈了很多奇奇怪怪的 莫名其妙的病啊 同样点 我们每个人都是父母属生呢 所以希望大家呢 能够知道父母亲 对我们的这种关爱 也要有孝顺心 更好的呢 能够能够戒毒从心开始 从心里面真正的愿意呢 把这种不良的行为能够戒掉 更好的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做一个呢 过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 那么所以呢 这个家庭沦常道啊 是我们进化人心的最基础 第二呢 就是谦让恭敬心 我们也讲一个公案好了 安徽的同城寺呢 现在的还有一个古迹 叫做六慈相 六慈相 他是怎么来的呢 清朝初年的时候呢 同城出了一位大学士 到清朝做大学士 那个就相当于宰相了 叫做张英 张英在北京做光呢 然后他家里面呢 家里面的人呢 从来都很谨慎 不敢呢 仗势妄为 都很谨慎 但是呢 有一天呢 就发生了一个事情 隔壁的邻居啊 要拆掉房子重建 重建的时候呢 就站过来张家的地旁 站过来三尺 就多占了 抢占了张江呢 三尺地 那管家当然很生气了 说我们家老爷 在京城里面做大学士 你竟然欺负到我们家头上来了 简直太岂有此理了 马上呢 就写一封信呢 去告状 希望张英呢 给当地同城的县令呢 打个招呼处理一下 然后张英呢 很快就回信了 信上面就是一首诗 就是万里修书 子为强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 经犹在 不见当年 情史荒 所以这样子呢 这个广家和全家人呢 这个路气就平息下来了 大家都很谦让说 哎呀 既然邻居想战就算了吧 就不要去争这个一点点 闹得邻里不合 那么邻居呢 也很快听说这件事情呢 内心里面觉得很惭愧 觉得这个张家呀 虽然是很有权势 但是呢 并不会仗势欺人 而且呢 非常谦逊 因此呢 就很有惭愧心 不单单是把张家 那个三尺地呢 退出来了 而且自己呢 建房子的时候呢 又把自己的地呢 要再往后退三尺 因此呢 那个地方形成一条公众走的道路 叫做六尺像 六尺像 所以希望呢 我们在社会之中 人际关系的时候 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呢 不要去争意识的意气呀 不要为了微小的事情呢 去争吵 去争斗 有点小笑话呢 说是北京的公交车上面的很挤 然后呢 在急煞车的时候呢 有一个年轻男士呢 收不住 所以一下子呢 就撞在他旁边一个 因为很挤嘛 撞在旁边一个年轻的女子的身上 这女子呢 就很生气 对这个男士呢 就翻白眼 然后就骂他一句 德性 然后呢 这个男子呢 就很幽默说 不是德性 是逛性 那么事实上呢 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呢 都任何时候呢 都要 人际关系之中处理 要对任何人 都要有谦让 恭敬性 这样子呢 我们的心 会越来越亲近 越来越亲近 中国禅宗的六祖呢 惠南大师啊 也在谈经里面 也有这样子类似的教会 六祖说呢 心平何劳持戒 行之何用灿禅 恩则孝养父母 义则上下相连 让则尊卑和睦 忍则众恶无宣 若能转莫出火 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必似两药 逆耳必似忠言 改过必伸智慧 护短心泪非弦 日用常行饶益 沉到非游诗前 菩提子向心密 何劳向外求悬 听说依此修行 西方只在目前 所以说菩提子向心密 向内照亮我们的心 当然我们就能够 证得菩提道 来自于成佛 第三就是改过千善心 先六祖大师所教会的 改过毕生智慧 我们能够一直去向内照亮自己的心 改正自己的缺点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每一天都有成长都有进步 将来一定就能够成大器 也举一个例子好了 美国建国初年 有一位伟人 叫做富兰克林 他少年时候就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 每天晚上都会来反省自己当天的言行 然后他就反省自己有13个很严重的错误 比如说第一个是浪费时间 消耗在那些没有什么意义的玩乐上面 第二就是为小事情烦恼 第三就是容易和其他人争论起冲突 那么少年时候的他就能够发现 除非自己能够改过 能够改正缺点 否则的话这一辈子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因此他就自己 每一个自己发誓 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个月 就改掉一个坏毛病 这样子一直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 渐渐地就改掉了很多的缺陷 养成了完善的性格 成为美国历史上面最受人尊敬 也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 像我们禅策里面就讲说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个屠刀当然不是指外面的杀猪的刀了 而是指我们内心的烦恼习气毛病 我们一直照亮他 一直去改正他 一个一个把它改正的时候 我们的过时就越来越少了 我们心里面的屠刀就一把一把的拔掉了 最后就能够立地成佛 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来向富兰克林那样子 诚恳地来光照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们如果生活条件好一点 有时间有闲暇总会想去旅游 像今年十一放了八天假 那么很多景点都暴忙 大家都会喜欢到外面去旅游 去增长阅历 增长见识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 除了游览外面的世界之外 我们有没有想到 到我们自己内心的世界去游览一番呢 看我们内心世界有什么奥秘 看我们内心心里面还有什么垃圾需要进化 这样子呢 能够一直去光照自己的内心世界 能够反省自己的缺点和过失 努力地去改过千善 就会在人生道路上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像明朝时候呢 有一位元了凡做了凡事训 像我们三国时候的诸葛亮呢 也有写戒指书 非淡薄无以明治 非宁静无以致远 半薄明治呢 其实就是佛教所说的定 宁静致远呢 其实就是会 定会等词 当然在世间出世间呢 都能够取得成就啊 那么还有比如说像北齐的言之推啊做颜世家训 那么像明末清初的朱百庐啊也有做朱子家训也都很有影响啊 还有现在很广泛流通的包括前文中啊 他们也在央视这个北加讲堂也讲过的啊 清朝的一个秀才啊 叫做李玉秀啊 他所说的呢 弟子归啊等等 其实呢 每一个家庭啊都会有 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族啊 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呢 每一个家族都会有自己一套 有一套自己的那个教育模式啊 家教好的家庭呢 子弟啊往往会出人头地啊 家教不好的家庭呢 即使是家大业大呢 也会也大多呢会毁在拜家子的手中啊 所以家教呢 家庭教育呢是非常重要的 而家庭教育呢 往往用家训这么一个方式 作为载体呢 传下来 像宋朝时候呢 那个有一位 吕端 祖国宰相啊 他很信佛 也是佛教徒 他每天在佛前上香 在观音普通面前上香的时候呢 他就祈祷说 愿不信佛的人呢 不要伸到我吕氏家族来 等等等等 这样子呢 当然也能够让他 后续的这个家风不坠呀 所以 所以呢 很多的家族啊 能够人才辈出啊 因为家风传承造就了子弟的每一代子弟代代子弟的这种品性啊 好的品性啊 而家学渊源很深厚呢 就成就了子弟的学问了 通过家训来传承家风 像我们历史上你看像孔子的家族 像范仲淹的家族啊等等 都是代代呢 很出人才的 我们近代呢 有一个出人才最多的家族 就是江泽一代的前世家族 近一百年以来呢 出了很多的著名的人才 比如说出了包括史学家 著名的史学家的钱木 新文化运动的健将 钱玄童 还有呢文化名人 钱基伯 钱宗 父子 那像钱宗书的管追篇啊等等 大家深入的研究呢 形成了一个钱学 还有著名的科学家 三钱 钱学生 钱伟长 钱三强 都是钱室家族的 而且他们都是同一个祖先 就是五月王 五代十国时候的五月王 还有呢 诺贝尔奖的得主啊 钱永建 那我们今年 中国人首次得到这个奖 若贝文学奖 莫言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个虽然钱永建呢 他得若贝奖的时候 他不是中国国籍 但是呢 他就是钱世家族出去的 当然还包括我们的国家 领导人钱其称呢 还有呢 像钱 钱宗 韩 等等呢 两院院士啊 等等呢 十多个 非常多 所以呢 钱世家族 高端人才呢 出得非常多 那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呢 奥秘就出在 钱世家训 能够保证 能够保障他们这个家族呢 代代都出非常优秀的人才呀 所以呢 这样子呢 我们能够通过这些 来改过千善 而改过千善以后呢 就能够保持 善心了 保持善心了 保持善心以后呢 就能够有善缘 好运呢 你有善的心 当然你跟一切人结缘呢 都会结下善缘 而不会结下恶缘 你结下恶 结下善缘呢 当然就会一直运气很好啊 啊 那么那个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观念就是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修阴得五读书啊 那么运从哪里来呢 事实上是从善缘而得来呀 啊 那我们也讲个例子好了 明朝的开国皇帝啊 朱元璋 有次呢 微服四访 全国去寻访 体察民情啊 那么他因为穿得很破烂 也没有带什么 带了很少的水虫 因此呢 这个就走到一个山区的时候啊 很狼狈 因为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然后又没有什么地方 当可以买食物 也没有水喝 所以又饥又渴 狼狈不堪 好不容易呢 在正午的时候啊 太阳正烈的时候呢 看到一个山神庙很破烂 他想着哎呀 我要进去歇歇吧 哎 刚好呢 就看到一个农夫啊 从田里面劳作回来 正准备呢 在那里喝点水啊 吃饭啊 哎 然后看到朱元璋 狼狈不堪了 走进来了 这农夫啊 心很散 说你是一个远地来的人 好看一看就知道 你不是我们本地人 是外地来 哎 然后又急又渴 所以呢 自己的水不喝 啊 给朱元璋喝 食物也给他吃 那朱元璋当然就很开心了 吃饱喝足了以后呢 他就 嗯 晾出自己身份 然后下令封这个农夫 做一个县令 这个县长 哎 那然后呢 他又继续去寻访去了 隔了一段时日呢 他又 啊 经过这个地方 哎 然后又想想啊 到那个山寺庙 他再去看看 哎 发现那个山寺庙 那个破墙上面呢 提了两句诗 死在寒窗下 不如一杯茶 朱元璋就想了啊 这个肯定是哪个穷酸秀才写的了 意思就是说呢 我死在寒窗苦读书啊 都没有考的功名 哎 还没有当官 还不如这个农夫呢 运气好 撞上了皇帝呢 给他 给他一杯水喝呢 就得到一个县令 哎 因此呢 啊 朱元璋呢 马上就提起笔了 就啊 续了两句诗呢 就是 他才不如你 你命 不如他 哎 那事实上呢 就是说 我们说命好呢 事实上 根本还是我们要能够广接善缘 跟一切人呢 都接善缘呢 啊 那么这样子呢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孝顺心 哎 然后呢 啊 那个谦让恭敬心 改过谦善心 来说呢 做一个净化心灵啊 做一个好人的标准呢 是要能够有这个三心呢 中国佛教呢 有一个 尽头中有一个根本点的 《光无量寿经》 上面呢 有说到 敬业三福 一则 效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识善业 这个呢 就是世间善人 好人的标准呢 我们净化心灵以后呢 要先做一个好人 那标准呢 就是 《光无量寿经》 这个上面的四句话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归纳的呢 这个三种心 然后呢 二则 受持三规 具足重戒 不犯威夷 那这第二条呢 就是修行人的状态了 所以呢 我们讲第三个部分 就是修行人的心 也是用三种心来开阔 第一种是归一心 第二种是出离心 第三种呢 就是求解脱心 那么第一个是归一心 为什么要归一佛法身三宝呢 因为意识到生命无常啊 轮回险恶呀 我们一口气不来呢 变同格式啊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啊 谁可以做我们究竟的依靠呢 父母亲会老 财富呢 是无常的 今天身家亿万 明天呢 就可能变成富翁 不过是负面那个负 那么这些都是不牢靠的呀 那么什么可以做安身立命之处呢 归一佛 就是以佛为榜样呢 学佛 成佛 那么就是呢 发愿成就像佛那样子的品质 像佛那样子呢 有大智慧 大神通 大德能 大慈悲 能够真正的呢 帮助一切 烦恼重重的人 帮助一切呢 业障重重的众生 所以 发愿成就像佛那样子的品质呢 这个是归于佛的真正的意义啊 所以成佛呢 并不是变成那个大雄宝殿里面 那个金光闪闪的那种佛像 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是成就呢佛慈悲和智慧的生命内涵 生命内涵 那么归一法呢 就是以佛法作为改造生命的指南 法就是方法呀 就是把我们从凡夫变成圣贤的方法呀 所以我们依这个道路呢 去走向解脱 这是归一法呀 归一身呢 当然就是以贤圣身的品质 作为归一的对象啊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需要师长的指点啊 然后我们去学个末 这样都有一个老师教 有个师父带呀 何况是学佛 这样子呢 是改造生命 升华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从缺陷走向圆满 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工程 更加需要依止善知识啊 所以这是归一心 第二呢就是出离心 就是愿意出离六道轮回的心 我们前面打了个比方 像这个蜜蜂一样 它这个杯子里面飞上飞下 它总出不去 不管在上面有怎么样呢 还是在里面啊 所以呢要超出这个杯子 要打破这个局限 这个样子呢 是叫做能够求出离 求出离的心呢 那有一个比方 就是我们这个肉体 和我们的精神体 就像鸟笼子一样 我们的灵性生命呢 就像笼子里面那只鸟一样 笼子里面这只灵性生命的鸟 怎么样子能够摆脱肉体这个智库 肉体是有智库的呀 你看我们眼睛 我们能够看到的有限呢 耳朵能够听到的也有限呢 你看像超声波次声波 我们的耳根呢 就没有办法去接收了 所以它只在有限的那一段里面 因为受到这么一个肉体的智库局限 所以呢 外面的它就不知道了 我们修行呢 就是要把这个能量壁垒要打破 能量壁垒打破 由肉体开发出能量体 想象我们人就是一重一重的球 越来越大 一直到近虚空变法界 充满了整个世界 这个是我们真正的真正的身体啊 那个就是佛身呢 从内到外 力度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一直到无限小 接近于零 真正能够层层能量壁垒打破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是成就佛身的时候啊 这个呢是我们说出离心 愿意出离六道轮回 不被轮回的种种现象呢 所诱惑 第三是求解脱心 中国儒家的文化呢 大家一直在争论 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呢 像孟子说信本善 像荀子说信本恶 信恶 不过因为环境的自愿呢 它转为善呢 等等 那么佛教怎么说呢 禅的智慧怎么说呢 佛教就说呢 人性呢它既不是善的 也不是恶的 人的本性呢既不是善也不是恶 而是缘起的 心灵之中本来它就有善和恶 两种不同的心理因素 那么恶的心理因素呢 就会让我们一直轮回 善的心理因素呢 能够让我们有机会解脱 那么事实上 那你在禅修的道路上 它一定会轮回的因素 和解脱的因素呢 一定会要起冲突的 如果我们一直培养善的力量 我们一直去净化人心 一直去净化我们的心的时候呢 当然人性显现出来的就是善心呢 当我们一直去造恶的时候呢 我们当然我们的心呢 就会呈现恶的一面 看起来好像人性本恶啊 但是事实上呢 人性是缘起的啊 是缘起无常变化的啊 正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人都可以成佛 所以用一个一直照亮自己的心 改过千善的心来活在当下 一直呢去求解脱 然后呢 对一切人都抱有一颗感恩的心 懂得感恩呢 就在任何环境之下都不会抱怨 都没有满意愿呢 也讲一个故事好了 欧洲啊有一年呢 饥荒 那么有个小镇上面呢 大家 都饿得很厉害 那个时候最富有的就是那个面包店里店主了 因为他就他家有粮食粮食储存最丰富 所以这个店主呢 他很有慈悲心 他有啊 比较有慈悲心呢 他就选了全镇上面呢 最困苦的二十个小孩子 男孩子女孩子都有二十个 然后呢 每一天呢 把他们在下午的时候召集起来 哎 说呢 你们都很饿 那么呢 我这里可以免费给你们提供一个面包 然后放在那个篮子里面 让他们每个人自己拿 有些小孩子就很贪心 专门拿那个最大的面包 每天都是这样子 然后有个小女孩呢 很小五岁 然后呢 她就主动的等到其他人都拿都拿完了 男子里面可能剩下一个最小的一点点的每个小面包呢 她就去拿 拿了这个小面包 而且从来都很感恩 没有一个抱怨的心 没有跟人家争夺的心 而且按照欧洲的礼仪呢 她拿了这个小面包以后啊 这个小女孩呢 都会主动的去亲吻一下 这个面包店主的手 表示感恩 天天都如此 然后呢 就过了好久了 这个店主啊 就注意起来流行观察这个小女孩 有一天呢 他就刻意的呢 做了一个最小的面包 很小很小的面包 但是呢 还在面包里面呢 放了一枚金币 包在里面 然后还是一样 其他小孩子一哄而上呢 把那些大的面包全都拿跑掉了 就留下一个小不点面包呢 就给这个小女孩 小女孩呢 还是很感恩 虽然比以前 哪里面包都小了 差不多一半 只有一点点 但是他不知道里面有金币嘛 所以呢 他仍然还是没有怨言 还是呢 亲吻一下这个店主的手 然后高高兴兴回家去了 而且把面包一打开 准备跟他母亲分享的时候呢 发现哦 里面有一颗金币 他母亲马上跟他说 哎呀 可能是那个店主叔叔呢 可能不小心 失手呢 把这个金币放在里面呢 你不可以偷盗啊 赶快给他送回去 然后小女孩呢 马上就飞跑过去呢 就给这个店主说 这个金币 是不是他失手 掉在面包里面呢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店主呢 就很高兴地说 他其实他是专门故意这样子的 然后呢 他就说 这个面包呢 是最小的 金币呢 放在这里面是奖励 我并不是刻意要奖励你 或者要送给你 而是呢 要奖励那个最懂得谦让的人 最有感恩心的人 在一切环境不平等之中 内心呢 都充满了欢喜的人 这样子的人呢 要奖赏他 所以呢 这个是你应得的 所以我们要用感恩的心呢 来活在这个世间 事实上 在这个世间 跟我们关系 最密切的是什么 很多人说 啊 关系最密切的 可能是我的父母 或者是我的老婆 或者是我的儿子 或者呢 说啊 关系最密切的呢 是我的工作 我的财富 我每天用了十几个小时 出来睡觉呢 我都是考虑这个等等 但是这些是吗 不是了 在世间 跟我们关系 最密切的是我们的心呢 无论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必然离不开心的参与 我们之所以会行善 是因为拥有善良的心 我们之所以去造恶 是因为我们有烦恼的心 烦恼赐胜的心 那么我们之所以会快乐呢 是在于 有能够创造快乐的心呢 所以修行呢 禅修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内心 建立工作室 我们希望我们禅修的 这个工作室在哪里呢 就在内心啊 来照亮 一直照亮我们内心的盲点 然后呢 让我们内心的心灵垃圾 一直减少 一直减少 然后最后呢 来获胜得 涅庞寂静 当所有烦恼 都被彻底平息的时候呢 心灵不再有任何的躁动 不安 不再有任何的挂碍 这个时候呢 就是涅庞啊 所以烦恼的止息 就是涅庞 此时呢 内心就会呈现出无比的寂静 当我们的心进入到这种寂静状态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毫无阻碍的感知一切 包括许多很微细的声音 比如说眼睫毛 杂动的声音 比如说很远的地方 蚂蚁打架的声音 任何微细的声音呢 都能够动若光火 为什么 因为心安静下来 真正的安静下来 没有躁动不安 彻底的无比的寂静了 这种内在的寂静呢 就来自于对空性的体振呢 所以解脱和涅庞呢 是心灵所能够抵达的终极的境界呀 这个是我们说修行人的心 那么第四呢 就是菩萨的心 也就是我们回到今夜三福上面所说的呢 三者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独送大乘 独送大乘 劝敬行者 这样子呢 第三福呢 就是菩萨的福啊 菩萨道的福啊 菩萨的心呢 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菩提心和六度心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这样子的心呢 是菩提心 菩提就是觉呀 一颗彻底光明觉悟的心 就是菩提心 我们心它的本体呢 是空性 它的相呢 是智慧光明 它的用呢 就是能够让人觉醒呢 所以菩提心呢 就是觉悟的心 觉醒的心 那么 那么我们要真实的升起菩提心来 禅修呢 才会成就啊 那么菩提心如何修呢 我们也讲一个公案好了 印度啊 法相为时中呢 有一个很著名的祖师 叫做无佐菩萨 这位无佐菩萨呢 它是专门跟随 专门呢 修学弥勒菩萨的法门的 我们去到寺院 你看那个天王殿 有肚子大大的 笑口常开的 那个呢 事实上就是弥勒佛呢 弥勒菩萨呢 在东土的画线呢 那么呢 那么这位无佐菩萨呢 专门就修弥勒菩萨的法门 那么他就发愿要闭关呢 来求见弥勒菩萨 他在山洞里面呢 闭关闭了三年 天天呢 都念南魔当来下山 弥勒尊佛 天天来修唯心实定 修这个五重唯时光 这样子呢 但是修了三年 一点感应都没有 一点成就都没有 他就灰心上气了 决定呢 下山 然后走到洞口的时候呢 发现洞口那些石头 怎么上面会有洞呢 小洞小洞 然后流行观察 原来隔老半天 有一滴水滴下来 但是年山日久呢 水滴石川呢 然后呢 他就更加 他就鼓励他了 就提起他的信心 我要有恒心啊 所以又闭关三年 但是还是没有感应和成就 因此呢 他又退心了 这时候呢 下山的时候呢 就看到 有一个老太太呢 拿了一根铁棒子 然后问他说 老人家 你们拿这个铁棒子 在石头上面磨干嘛呀 说我要把它磨成针 然后又受到启发 决定还在去修行 仍然还是没有成就 然后呢 又看到一个 又退转了 又准备下山的时候呢 又看到一个人用那个 羽毛 来沾一点水呢 来擦一块石头 说要把那个巨石帮掉等等 然后呢 又再去闭关三年 总共用了十二年呢 都没有任何成就 所以他彻底失望了 就下山来 早上出关的时候呢 去到山巷呢 刚好看到有卖那个面食的 肚子也饿了 他就去脱脖了 人家就不识给他一些面食 这个时候正准备吃的时候 那一条狗呢 跑过来了 这个狗啊 摇着尾巴 然后呢 他只有三条腿是好的 有一条腿是腐腿 然后呢 狗身上面还流着龙血呀 所以呢 这个 菩萨呢 就看到这个狗很可怜 就把自己的面食 给这个狗来吃 这个狗来吃呢 然后再一看呢 狗还在流龙呢 他就准备用手 把它清理一下 那么可怜 然后呢 但是发现准备手 用清理的时候 发现这个龙里面 还有很多的蛆啊 很多虫子啊 因此呢 他就想 啊 如果我帮这个狗 伤他那些众神也不对呀 怎么办呢 他就跪下来 然后用舌头去舔干 那个狗的龙血 一开始的时候 觉得很腥臭啊 因此呢 就捂着自己的鼻子 闭着气来舔 但是渐渐的呢 感觉到哎 奇怪了 怎么越来越舔美呢 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啊 那条狗不见了 他看到了像好庄严的米勒菩萨 然后他当然又哭又笑 就顶礼米勒菩萨 说菩萨呀 弟子求见您十二年 为什么你都不肯让我见一见 然后呢 米勒菩萨就说 不会呀 事实上呢 在你开始 第一天开始念的时候 我就在你身边 但是因为你的业障 所以你一直看不到我 这个原理我们很好懂 就像我们前面打的那个比方 你想佛身 它都是变满法界的 我们看到佛背后有个圆光 大家想它以为是个平面的圆圈 但是其实不是 它是个立体的球 然后我们这个身体 那一重一重的球 都是我们的能量体啊 一直呢 打破能量壁垒 就想就好像打破 那个鸡蛋的壳一样 我们打破一重能量壁垒呢 我们外面的那重能量体的信息 它所含着的信息 我们就都能知道 当我们一直到静虚观边法界的时候呢 整个世界的所有事情都知道了 所以说佛是全知者 那么因此呢 我们也可以知道 弥勒菩萨当然他也是 这样子的能量体彻底开发的人 所以我们一念 他就在我们身边 然后呢 菩萨又说 怎么可以证明呢 你看我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 果然呢 他的衣衫上面有很多口水印子 然后菩萨告诉他说 你看看 你闭关十二年 我一直在你身边 你十二年吐的口水 全部吐在我这件衣服上面了 你看我这个衣服 像盔甲一样的 然后呢 为了去接引众生 所以呢 他们就做了一个尝试 就是 由无作菩萨背着弥勒菩萨 在最热闹最繁华的市场上面去走一圈 看大家有什么反应 然后大家都没有看到什么 然后呢 大家都只看到这个比丘啊 这个手背在后面这么拖着 然后很多人就议论纷纷说 哎呀这个法师奇了怪了 他是不是有内风丝病啊 手关节变形了 他手不能不能走路里 他手不能动 一直放在背后这么拖着 我有一个老太太呢 他就夜战轻一点 他就看到一条狗的尸体呢 趴在这个比丘身上 他就问 哎呀法师啊 你怎么把一条这么脏的狗的狗尸啊 狗尸体放在你肩膀上呢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可以知道 其实业力可以蒙蔽一切呀 然后呢 走了一圈以后呢 回来了 然后呢 吴佐菩萨当然呢 好不容易见到弥勒菩萨就来求法了 然后呢 弥勒菩萨就说 你拉着我的一脚好了 果然他的一脚呢 马上就去到都帅天的内院呢 就听了弥勒菩萨的讲法 也就是我们现在流传的呢 像这个瑜伽师的论呢 瓷式五论呢等等 那么这样这个公案呢 给我们的启示呢 其实那个第一个呢 就是业力会蒙蔽一切 业力障碍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是看不到世界的真相的 来自于菩萨呢 我们在我们眼中看起来都会是一条狗 第二呢 就是菩提心呢 能够摧毁一切恶 也能够快速摧毁呀 你看像这个吴佐比丘 他修了十二年 但是因为他没有真实的发起菩提心 只是自己求解脱 所以都没有相应没有解脱 那么其实像那个水滴石穿的那个石头啊 像那个磨铁棒的老太太啊等等的 都是弥勒菩萨化现出来的了 那么后面又化现出一条狗啊 等等帮助他成就修行的道业呀 那么可见的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呀 这是我们进化人心里呢 非常高处的境界了 然后是菩萨的心了 然后呢菩萨的心在实践之中就称之为六度心 菩萨心 持戒心 忍辱心 精进心 禅定心 般若智慧心 菩萨心呢当然就是指把它分得很细 有些把它分为财不思 法不思 无畏不思 事实上呢他所指的是一种无我的奉献心 我们真正能够有一种放下我执力 无我的奉献心呢这样子才是不思心呢 像我们佛教所说的呢 不忍众生苦 不忍圣教衰呀 像那个华言上面所说的呢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啊 那么像道教里面呢其实道家老子也说过呢 圣人无常心 以百信心为心 圣人他并没有自己执着于自己的见解 他没有固定的自己死死执着的见解 他是以众生的需求为需求啊 帮助众生呢 那么其实其他国度呢也会有很多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休闲人也会达到这样子一种解脱的见解 比如说那个像伊斯兰教呢 他的苏菲派是个很神秘的派别 他有一位苏菲派的圣人也说过呢 说没有地狱 只有自我 没有天堂 只有无我 这样子呢其实是很精辟 很一针见血的 明心见性的见解呀 印度呢有一位 所以哲人也是大诗人泰戈尔 我们都很熟悉呢 他很多的诗句比如说 深如夏花之绚丽 之绚烂 齿如秋月之交结 他在另外的一首诗里面也有写到说呢 我睡时梦见生命是喜悦 我醒时明白生命是奉献 我做时发现奉献是喜悦 所以不失的心呢就是一个无我的奉献心 第二呢就是持戒度 持戒的心呢 很多人一听说佛教那种戒律 就认为说戒律会束缚我 会捆绑我 让我没有自由 但是其实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持守戒律 所以我们今生后世都会有自由 而不会被绑住 为什么 打个比方 戒律呢或者说我们国家的 或者说每个国家的法律呢 其实他都是什么呀 心灵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规则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的时候 如果大家都遵守规则 遵守规定 遵守交通规则的时候 当然大家都很畅顺 而不会出车祸 同样的呢 我们在心灵这条高速公路上 行驶的规则呢 就是戒律啊 就是戒律啊 那么我们能够 持好戒律呢 我们就能够不造恶业 就能够提醒自己 一直呢去做善事 不敢造恶 然后呢 当然我们在人生的 道路上面 在此生和后世呢 都会有自由 不会多到 起码不会多到恶道啊 更进一步呢 我们在善道 人天善道之中 我们还有能力能够解脱 那么 心呢 其实他在没有开悟之前 他会造种种的业力呀 他过去生今生 所造的无量的业力呢 在受报之前 在敢果报之前呢 他会永远的跟随我们 并且影响我们呢 来自于敬畏来济 中光里面有一个八部中道 里面就说到一个不断不长 不断是什么 不长是什么 不生不灭 不断不长 不断不长呢 其实不长就是指什么 不管我们做好事 还是做坏事 但是做完以后 那个现象就消失了 所以这是不长的 不断是什么呢 虽然是现象消失了 但是这个现象在我们心里 里面的影响力呢 一直在呀 除非他受报了 受了果报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躲躲辟一切 但是我们躲不开我们自己的心呢 所以业力呢 他会如影随形呢 因此我们更加需要持好戒律 有持戒的心呢 那否则的话呢 这个业力呢 他没有受报之前 一直会进未来 记得会影响我们呢 就像一张通存通对的存折一样 他的使用范围呢 是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他的有效期呢 是无限呢 所以唯有解脱 业力的轮转呢 才会止息下来 因此呢 我们要 清静 让我们 在我们没有真正能够成就解脱 起码我们要让我们呢 多造善业 清静业 我们也讲一个小故事好了 这是个预言 是说呢 有一个富翁呢 他娶了四个老婆 然后呢 当然他最宠心的 是最小这个了 觉得他花枝招展啊 去任何场合呢 都要带着他 然后呢 也比较喜欢这个第三这个老婆 然后呢 第二这个老婆呢 去管家 但是他最嫌弃 最厌恶的就是最大这个老婆 后来呢 这个富翁年纪大了 要死了 因此呢 他就把自己最喜爱的 这个最小这个老婆叫过来说 哎呀 我要走了 你肯跟我一起走吗 你肯陪伴我吗 在另外一起的生命旅程之中 我一个人很孤独很寂寞很害怕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那这个最小这个老婆说 我才不呢 你那么老了 我这么年轻 我怎么会跟你走呢 不可能 掉头就跑了 当然有点失望啊 就把第三这个老婆叫过来 又说了前面一番话 第三这个老婆呢 就气哼哼的说 哼 我才不跟你走呢 当时我就是你抢过来的 我没打算嫁给你 是你强行抢过来的 现在你要死了 关我什么事啊 我才不跟你去呢 然后呢 当然就失望更深了 然后就把第二 第二这个老婆呢叫过来 说我要死了 你愿意跟我去吗 第二这个老婆呢 说 呃本来也是我愿意很愿意跟你去 我们夫妻一场 但是呢 你看啊 我操持这么大一个家庭 家里面样样都要靠我 如果我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呢 每一年亲民的时候啊 我我会带你家里面的子孙后代 到你坟上来祭拜 这个呢就表示尽了我们夫妻的恩情吧 这样子 啊 这个富文呢就彻底失望了 哎 这时候呢没想到 他平时最厌恶的那个大老婆就跑过来说 啊 夫君我愿意跟你去啊 不管是上刀山下火海 我都愿意陪着你 那这个预言是表示什么呢 最小这个老婆他代表的是名誉和地位呀 哎 你看一个人世间啊 一个人他小有成就的时候 不管你是办企业还是做什么 这个时候呢 各种各样的名誉啊职位啊 各种协会的什么职务啊 都会像苍蝇一样迅速的飞过来 但是呢 一旦你的企业你的事业陷入困境的时候呢 他们会以更快的速度消失 哎 这是这个都是比喻 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富文 哎 这个老婆呢 是比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有心无心的财产呢 名誉和地位呢 事实上就像最小这个老婆这样子了 哎 他会以 只要你 一陷入困境呢 他会 更快的速度消失掉 哎 第三这个老婆呢 是代表了事业和物质财富啊 你看每个人很多人他心迷的时候啊 他在追求物质财富的道路上面呢 他的心思很迷离 他会想尽方法想帮设计 绞尽脑子去巧取豪夺 把财富抢过来 哎 认为自己呢 事业很成功 所以呢 第三这个老婆说 我是被你抢过来的 事实上呢 他表示的是 代表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事业和物质财富啊 哎 像《红楼梦》上面呢 所描写的 生前枉费 心千万 死后空余 守一双 倾客一身 裸骨歇 不知何处 是家乡 所以如果你的心一直停留在外在去追逐物质财富的时候呢 他会属于你吗 不可能 你带不走啊 哎 那么第三呢 当然就代表我们的家庭啊 亲友啊 哎 这个 妻子儿女啊 等等 那么最大这个老婆代表什么 代表业力 代表我们 的心 所造的种种业 那当然他会跟你上刀山下火海咯 你造种种的业 你就会赶种种的果 你造恶业呢 当然会赶恶果 造善业呢 会赶善果 所以最大这个老婆呢 他其实代表的是业力啊 如果我们现在学习了 进化人心的禅智慧 所以我们能够不造恶业 我们能够累计心灵财富 我们能够累计解脱的财富 所以这样子呢 是最重要的啊 这个大老婆受到冷落 其实就代表我们的心在迷失的时候呢 总是向外去追逐 外在的财富 而无暇关注我们自己的心灵啊 让我们的心灵荒扶 让我们的心灵 长满了贪婪 愤怒 愚痴 傲慢 怀疑 邪惦 种种的杂草啊 那么眼下呢 我们当然就需要 就需要呢 来通过 淨化人心的禅智慧呢 来清除这些杂草 让我们累计心灵的财富啊 所以这个呢 是讲持戒度 我们要让我们 净化我们的业力 开启我们的智慧 事实上呢 慈戒的心呢 也包括了 定供戒和道供戒 定供戒就是我们有禅定了 当然慈戒就会很清净了 不被外境所转了 道供戒呢 就是我们虽然定力不够 但是我们开启了内在的智慧 所以呢 对一切都能够看透看穿 因此呢 就不会执着了 因此呢 能够持好戒律啊 这是持戒的心 佛教里面有六个字 有一些接触过的人会听说过 就是看破放下自在 事实上呢 我们要修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要反过来 要反过来就是 我们人生最可宝贵的是什么 是生命 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 是幸福 那幸福是什么 就是我们非常自由自在 非常快乐 那自在呢 是我们希望追求的 希望达到的境界呀 自由自在充满了快乐和喜悦呀 充满了智慧和慈悲呀 但是我们有自在吗 没有 那么我们没有的时候要怎么办 要向内不是向外 外在物质财富占有的 再多 你也只要你内心有心结有烦恼 也并不会快乐 所以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去放下 我们一定有所执着才会让我们不自在 人他 心因为迷失嘛 没有能够转迷成物嘛 所以呢 总会有种种的执着 执着于财富变成财迷 执着于色欲变成色迷 执着于一切呢都会迷失掉啊 所以要放下 要知道放下不是放弃哦 很多人认为说哦 学佛就是要放下 放下就是要放弃 什么都不做了 这个是错的了 这样子 这样子呢不是真正懂得修行的人了 一定要知道他们的不同在哪里呢 放下是一种智慧 放弃是一种无奈 所以是一种智慧的选择呀 那么呢 有执着 怎么样才能放下呢 要看破 所以我们有看破放下自在 反过来修就是自在放下看破 一层一层的向内 发现问题 背后的问题 一直把问题的根源挖出来 发现哦 原来问题的根在我们的心里面 只要净化我们的心 一切外在的问题呢都解决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题 净化人心的禅智慧 能够净化人心 外在世界的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呀 然后第三呢就是忍辱的心 忍辱的心 很多人认为忍辱就是忍耐忍着 我不要发脾气 但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很多人以为修养就是修行 但是错掉了 修养并不是修行 修养呢 你心里面有怒气 心里面并不平静 但是你强硬的把自己压着 外表看起来你很好 修养好 但是这个没有用啊 你一直压抑着自己呢 久了你就会容易得胃溃疡啊 那修养呢 并不是修行 修行是智慧 那么事实上呢 忍辱是指什么 忍辱就是我们通过智慧能够看穿 伤害我那个人 其实不是他要伤害我 而是他的烦恼在伤害我 他的烦恼来的时候呢 他连自己都会伤害 会自残啊 会自杀啊 会跳楼啊 会烧炭啊等等 烦恼起的时候 他自己都绑不了了 他自己都会伤害自己 他当然外在的 当然都会伤害了 所以 我们呢 要怜悯他 为什么 因为他的烦恼来了 所以呢 他控制不住自己 这样子呢 来修忍辱的时候 那些没有任何的怨气 而是充满了怜悯 而是呢 充满了对对方的那种匡荣 这样子呢 是忍辱啊 我们也讲一个故事好了 西方的故事 有一个修女啊 他去围孤儿院呢 牧狂 他收养了很多孤儿 他像那个特雷撒一样 特雷撒在印度加尔德达 你看做了多少善事 那个就是菩萨 就是圣人呢 虽然看起来不是佛教 但是其实呢 就是圣人 就是菩萨呀 那么 这位修女也是一样 他们那个修道院呢 收养了很多孤儿 然后呢 条件很差 他就出去围孤儿院去募款 然后他去拜访 当地一个很有名的一位富翁 这富翁呢 以前也给这个修道院 捐过一些钱 但是不巧 他去的时候呢 那个富翁呢 刚好因为股票呢 跌下来了 所以损失了很多的钱 心情很不好啊 大为光国 然后这个修女呢 在说明来意的时候呢 这个富翁就很不耐烦了 一路之下呢 就挥手 就打了这个修女一个耳光 哎 很奇怪了 这修女也没有哭 她也没有还手 也没有骂人 她只是微笑着 站在那里不动 这个部分就更加光火了 更加老火了 就大骂 破口大骂说 你怎么还不滚呢 修女就说 我来这里的墓地呢 是为孤儿院墓狂 我已经收到了你给我的礼物 但是呢 孩子们还没有收到礼物 他非常心平气和地呢 这样子说 那富翁马上就觉得很惭愧 内心呢大受感动啊 不单单是专注了这个孤儿院 而且每个月呢都自动的寄钱呢 到那个孤儿院去资助他们呢 佛教里面当然这样子的禅师就更多了 忍辱非常好的禅师就更多了 比如说有一位白颖禅师 他也是这样子啊 白颖禅师呢 有一个很信仰他的信徒 哎 然后呢 就经常啊 会带着老婆啊 女儿呀 家里人呢 一起呢过来拜访师父 顶礼师父这样子 那么这个女人呢 长到十六七岁了 十七岁了 然后呢 就 因为觉得这个家里面好 觉得家里面的温暖不太够 所以呢他就心向外跑 所以呢跟社会上那些青年呢 就搅在一起去呢就怀孕了 怀孕了 怀孕以后当然隔了两三个月 这个肚子就显出来了 因此呢 这个啊 信徒呢就很生气 就一直逼问 说你这个肚子里面这个孽种啊 到底是啊 到底是谁里 一定要逼他 那当然呢 因为他很爱他的男朋友嘛 他就一直不敢说 一直不说 然后当然他父亲就打他了 最后呢 他就是个女儿就想了一招 嗯 就一直 因为一直啊 受到他父亲的这种责骂了 所以呢 后来就临棚了 就把这个小孩子呢 生下来了 生下来以后 当然这个父 这个信徒呢 就更生气了 就更加呢 把这个女儿呀 往死里打 一定要逼他说出来 到底呢 这个小孩子是谁的 嗯 为什么小孩子都生下来了 这个男方还不 还不肯现身 嗯 这女儿呢 被逼无奈 他也想不出其他办法来 然后呢 他那个男朋友呢 也吓着逃跑了 因为都还很小嘛 嗯 所以呢 吓着就跑 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这女儿被逼无奈呢 他就想不起其他人来 他就马上呢 就是 父亲逼他说 他就冲口而出 啊 这个小孩子呢 是我和师父生的 哦 这个信徒的气坏了 啊 马上呢 抱下这个肝生下来 没多久 这小孩子啊 怒气匆匆跑到寺院去 把这个小孩子呢 啊 就往白眼蚱蚱蚱蚱蚱一扔 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 说你这个伪君子啊 你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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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然后呢 我们枉费我们以前 那么相信你 原来你是这样子的啊 啊 那么你看你现在啊 现在这个是你的孽种啊 你自己去养吧 然后呢 禅师呢 就一直都没有生气 啊 到他说完了 就只问了他一句 哦 是这样子的吗 然后呢 这个信徒怒气冲冲跑了 那这个就给白眼蚱蚱蚱出来个难题了 那小孩子才撑起来没多久啊 因此呢 他也没办法 他就每一天呢 抱了这个小孩子呢 到村庄里面去找那些 呃 哺乳气的那些妇女啊 去求一点奶 来养这个小孩子 那当然大家都去嘲笑他 很多小孩子呢 跟着他身 跟着他身后啊 拿瓦片砸他 说他是个假和尚这样那样 然后一直 一直砸他 然后呢 禅师呢 也仍然很淡定 很泰然自若 那后来呢 隔了好几个月 那个女儿的男朋友呢 听说了 他就很惭愧 然后呢 就跑来跟这个信徒忏悔 把真相呢 就说出来了 那信徒当然就很后悔了 马上跑到寺院来 向师父 啊 请罪 忏悔说师父 对不起对不起 前面弟子呢搞错掉了 真是很抱歉 然后呢 禅师也并没有生气 然后也是等他说完以后呢 淡淡的就问他一句 哦 是这样子的吗 那么你把 那么你把你身子抱走好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事实上呢 忍辱啊 他不是勉强去压抑我们的路火 而是一种智慧 这样子呢 是忍辱的心呢 第四呢 就是精进心 做任何事情呢 其实世间出世间 我们都要很精进很专注 哎 这样子呢 很勇往直前 这样子呢 啊 世出世间的事业才容易成就啊 啊 所以在我们精进的时候呢 事实上 命运就在我们手中 只要我们够精进呢 方法也正确呢 那么当然解脱呢 也会很有把握 也就会握在我们手中 我们也讲一个小的公案好了 有一个人呢 他去拜访禅师 然后呢 就问禅师一个问题 说师父啊 这里有命运吗 禅师说 有啊 你过去造了什么业 种了什么因 你今生呢 会担什么果 这个就是所谓的命运啊 你今生好好的 亲近自己过去的 这个业痕种子 好好的呢 忏悔 然后呢 遇到环境如如不动 只种善因 种解脱因 那么当然呢 你后续就会好命啊 所以肯定有命运啊 然后呢 这个人呢 还是不理解啊 这个人他没有怎么接触过佛教 他听他 听他师父讲了一大堆不耐烦呢 说师父你简单一点 告诉我吧 那我的命运在哪里啊 啊 然后呢 禅师就跟他说 你把你的左手伸出来 就好像给人家看一像一样 然后呢 就告诉他说 你看横底这条线呢 代表的是你的爱情线 斜的那条线呢 代表是你的事业线 术的那条线呢 是代表你的生命线 哎 然后并没有说是给他看一像哦 只是告诉他 然后呢 就在叫这个人呢 说你把你的左手握一个拳头 然后这个人莫名其妙 但是照常识所说 你就握一个拳头 然后呢 嗯 这个时候呢 啊 禅师就问他 前面我告诉过你的你的事业线 生命线 爱情线 现在在哪里啊 然后呢 啊 这个人呢 就说 当然在我手里面了哈 我也握了一个拳头 当然就知道那三条线都在我手里面了 然后禅师马上就紧紧紧紧接着呢 就追问了一句 那么你的命运呢 哦 这个人马上就豁然大悟 恍然大悟 哦 原来就明白了 原来命运呢 就握在自己手中啊 只要你精进呢 一切都会能够把握呀 啊 我们精进的做善事 精进的呢 去成就对众生 对社会有利的事业 那么命运呢 也会在我们手中啊 我们精进的禅修呢 解脱也会在我们手中啊 所以世间 世间法有三善根 无贪无秤无痴 没有贪婪 没有称恨 没有愚痴 就是世间三善根呢 出世间呢 有一善根 就是精进呢 所以月称菩萨说呢 啊 精进是福慧二种知良因啊 要成就成佛的福德和智慧呢 都要依靠精进呢 然后第五呢 就是禅定度 也就是禅定的心 我们要能够成就定力 在这个世间的任何环境之下 都能够如如不动啊 也说一个公案好了 那个宋朝时候 北宋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 也是著名的词人和政治家呢 就是苏东坡啊 他呢也很喜好参禅 那么他在江苏的镇江呢 做支兜的时候呢 经常就跑到金山江天寺呢 去跟随他的师父 佛印了原禅师呢 去学禅法 然后呢也觉得自己进步很快 挺有收获的 有一次呢公务之余啊 他又在打坐 然后呢觉得很清静 觉得有一种境界出来了 因此呢他就很高兴 就马上提笔呢 写了一首诗 其首天中天 曹光照大迁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莲 然后呢自己写了后 认为啊这个诗写的蛮好 境界很高 因此呢 就马上派一个首相呢 马上渡江 就给他师父送去 请师父给他印证一下 然后莽先以为呢 师父会给他很高的评价 然后呢等到那个人 等他那个首相返回来的时候呢 就发现他在诗里 后面呢 他的师父给了他几个字的评语 四个字 放屁 放屁 那说的我就气坏了 连夜呢就赶过将来找师父说 师父啊我禅修的境界这么好 为什么我的诗记写的那么好 为什么你说我放屁呢 那么他刚刚渡江准备进山门的时候呢 发现他师父呢 早已经站在山门口等着 他了 然后呢看着他就哈哈大笑说 苏大学士啊 你是八风吹不动 一辟打过江 你不是说你很有定力了吗 很有禅定的心了吗 世间的力衰毁育 撑激苦乐 你都能够八风不动吗 人家撑赞你你也如如不动 诽谤你攻击你你也能够如如不动 能够很有定力了吗 为什么我刚刚写你犯聘你就马上要跑过江来呢 就说明你的禅定心还不够啊 第六呢就是智慧心 波热智慧的心呢 事实上呢智慧心呢就是指我们不被一切所局限 这样子的呢全然开放的心解脱的心 这样子呢是智慧心呢 没有路径依赖 这样子的心呢是智慧的心呢 有人上过一个帐 我们除了我们人的一生呢 除了睡眠之外呢 其他剩下的时间大约就是一万多天 但是禅修的人呢他是真正的活了一万多天 每一天都有进步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一辈子就活了一天 然后呢重复了一万多次 因为他从来没有进步 他一直在原地踏步 他养成了一个思维的逛性 行为的逛性 他在那么一个低能量低层次里面 一直在轮回一直在打圈圈 绕不出去 一直在那个弯弯绕里面出不去 这样子呢就是轮回的生命 就是没有智慧的生命呢 我们也讲一个小公案好了 有一个老和尚呢 带了一个小和尚呢 带了一个小沙迷呢 在森林里面禅修 那已经住了一年多了 这个小师父呢就觉得很无聊 说师父啊我跟着你一年多了 你说来教我参禅 我好像什么怎么你什么都没教我呀 师父呢就笑一笑 就说啊这样子吧 你看在森林的那一堂 也有一个修行人 师父有一封信呢 你给他送过去 送了以后留下来 你回来 师父呢就教你怎么参禅 小孩子嘛当然就很兴高采烈了 笨跳起来说师父啊 不可以打妄语哦 我回来你一定要教我啊 师父说好 小孩子呢就跑跑出去了 半天隔了半天呢 小孩子垂头上梯跑回来了 手里面还抓着那封信 说哎呀师父啊不好意思啊 我信我无法送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已经进来一年多了 我们来的那条小路呢 已经长满了荆棘和刺啊 因此呢 我找不到出去那条路了 到处都是刺到处都是荆棘 我找不到路 所以呢 我无法送达这封信 师父呢就启发他说 你看天边的小鸟 天上没有路 但是鸟哪里不可以飞呢 同样的 对于一个开启了智慧的人 不要养成思维的逛性 不要养成行为的逛性呢 要不断的打破自己的思维局限性 不要落在自己已经习惯的思维路径里面 不要有路径依赖呀 像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呢 有一次在哈佛大学做讲演的时候 最后呢 学生们就问他说 请你们能否用一句话归纳你们成功的秘诀呢 巴菲特就说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开口我成功的秘诀的话 就是永远都不要落入到我曾经用过的思维方式里面去 就是一直不断不断的创新 内在不断的涌现鲜活的智慧 这样子当然呢 我们就能够成就智慧心 这样子呢 当然我们的事业会成就完 你一直能够创 比方说你做企业 那么你不断的创新商业模式 比方说你做教育 你不断的创新教育方式和教育方法 当然呢 懂得禅修的人在任何领域呢 都会成为最优秀的人呢 好了 那么时间也到了 今天呢 非常欢喜呢 能够有这么一个姻缘 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来分享 那个进化人心的禅智慧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真正的由此呢 种下一个智慧的种子 让我们从此以后呢 当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 悲光的时候 能够回忆起这些小故事 一直激励自己 要行政道 要孝顺自己的父母 要对得住自己的父母 要对得住所有关爱我们的人 然后呢 成就健康快乐成功幸福的人生 好 祝福大家阿弥陀佛